电影中在一些枪战片中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手枪对准人之后,用拇指把撞针往后掰一下的动作特写,一般预示着吃枪人要动针格的意思,这时候被瞄准的人就会紧张, 会为了活命进行妥协,其实这一个往后掰撞针的动作是为了渲染紧张气氛,让观众有一种紧迫感,在实际生活中,手枪基本上都已经更新到双动激发的型号了,也就是在上膛的时候,撞针就已经被拉到激发的位置上去了,这个时候只需要用食指扣动扳机就好了,当然也可以先上膛后,把撞针放到原始位置上去, 这样只需要关上保险,就不会打响,只有在打开保险的时候,能够扣动扳机进行射击,其实电影里说的撞针并不是真的撞针,应该叫做击锤,它的作用是用来击打撞针尾端的,撞针其实在手枪里面,撞针才是用来激发弹底端的敌火的, 在上世纪,其实有很多需要掰动机锤的手枪,但是现在来说,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,在电影中,掰动机锤是为了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,与试着吃枪人认真起来,并提醒他人,再不妥协就可能会被击杀,这个时候会很自然地把观众带到一个紧张的氛围里, 一般这个时候,镜头都会给一个特写,来着重说明这一事件,在生活中进行最后掰动机锤,是为了提高精确度的,一般来说都不会这样做,因为这样会浪费时间,措施良好。